长江和嘉宁江交汇处的重庆 是天府之国的东方门户 长江中上游的经济中心 人们热情好客 重闻上 1988年元月23号 全国规模的重庆日报杯 武术金银类台赛在这里举行 来自武汉体院 北京 广东 上海 辽宁 云南 湖北 青岛 重庆 成都 昆明 各种警察学校 警自722部队 北京武警 河南武警 四川武警 广东武警等17个队 100多名男女运动人 汇催了我国武术散打之精英 广东队曾获1987年 全国散打比赛六个级别中的四枚金牌 武汉体育学院队实力雄厚 转战南北战功赫赫 武警部队队更是藏龙卧虎 生机婆婆 竞赛在八米建方的擂台上 历时八天 十五场决逐 展现了我国一流水平的 武术散打技艺 赛会得到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的支持 实行了武术研究院制定的 1988年武术散打新规则草案 在发挥武术传统计划上 有许多新的突破 准许使用肘膝攻击对方 横摆腿击头部 桥打快摔 下台判复等等 改全套为分直手套 逆于发挥武术各流派的手法技术 突出了进攻和加强防守的矛盾 打法脱跨干净 战术多样 立体赶强 更富有中国武术散打的运用 运动员按体重分级 女子组设48公斤以下 52公斤以下 两个级别 男子组设48公斤以下 52公斤以下 56公斤以下 60公斤以下 65公斤以下 70公斤以下 75公斤以下 7个级别 比赛采用双败淘汰制 三局两胜制 集中反映了 我国武术散打技术的 新趋向 新水平